好 行 齊悦他走了 不好 病毒負民器杰循伤羁 必須把好想救 快 行行 先抽取 有需要我通知你 至少快 我做过诊查了 孩子更乖 就在刚刚 星儿胸腔机业生死难料 觉得我会有心思听这个孽种的事情 你少装出这个样子 两年前的车祸 我还得星儿吃取双腿 最近星期要嫁入我们自己 我不是你和星儿的姐姐 心脏能和她背心里 你觉得我会留你活到今天 你会伤到我们孩子的 我哪次没做错事 哪次没给你管用 少用这种下三乱的手段 总就 你失两命 星儿已经破例为止了 三十人身体就能受死 出现了 事情的情况 让她当虎工 星儿受到她屈辱 让她伤被招 这傅太太怀着生育呢 怎么还给病人端食端尿呢 什么傅太太呀 傅少爷根本就看不上她 躺着那位才是傅少爷的心伤人 哦 这样 姐姐这么着急走啊 你醒了 姐姐 你害得我半身不随 又抢走我的男人 现在还怀上信心的大众 你心里 我定很得意吧 我没有抢走你任何东西 是你抢走了我的信物 就凭你一个一无是处的哑巴 还想得到燕身哥哥的爱 你大着肚子 还不是要来伺候我 给人了十短鸟 妹妹落到如此经典 我理应照顾你 姐姐 你帮我削个苹果吧 毕竟昏迷的这两年 我都没有吃过东西 对了姐姐 十年前 你跟你妈妈被监禁的事情 根本不是 是我妈做的 谁让那个贱人 不敢跟爸爸离婚呢 你说什么 啊对了 我妈说呀 其余那个贱人死的时候 连血都是臭的 洗了三天才洗干净 本来啊 我妈是想给她留钱似的 我那个歹徒啊 居然要十万 我妈觉得 大难 有种 你就杀了我呀 有种 就杀了我呀 你果然跟你那个贱人妈一样没用 你不杀了我 等我恢复了 我就亲手就跟你对着成为了 因为 你根本不配怀念是吗 为什么要逼我 因为 喂 哎 姐姐 你受伤的对我 中央你在干什么 奇怪 天生 我懂 不是你看到这样的 我没有伤他 天生 今天他一定是因为孕期 孕期会这样 才会是受伤害我 我没打算莫怀你们极定的婚姻 我始终会问了一句缘由 天生 神分 你这么让你入神入狂吗 三方都自己强害自己后面 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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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装了 你会伤害馨儿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是他拉着我手 故意刺伤自己的 我希望没空看你就给你 省点力气 跟警察说吧 来人 宋经警局 告诉他们 审讯的时候 不必赞了她傅太太的身份 啊 傅元生 你真的要把怀孕的妻子送进监狱吗 杀人长 两年前你们 心儿女子就该进去 傅元生 我同意提前离婚 不再打扰你们 但我没有杀人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你在这多待一秒 我只对心儿女子 不再打扰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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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会同情那个小雅吧 不过是在演戏吧 杰儿 一会儿给你换个干净病房 我吃鸡蛋饭 你 怎么样 这里给男人 不要乘成剑狗 鸡蛋饭 欠元哥哥 谢谢你 如果没有你的话 这场新闻也有下去 傻丫头 为了你干什么 我说 你 求求 于 你 穆之遥那个贱人和他肚子里的剑主 都不得了 咱頂部統統都燒了 還能讓你可燒你了 在幹什麼 在幹什麼 哦哥 我們在幫你吸血呢 兒子 你知道嗎 那個殺人犯簡直是喪心病狂 差點殺了神心他的這些東西 放在咱們家簡直就是晦氣 誰允許你們這麼幹的 警察沒確定他犯罪之前 沒有人能隨便給他定罪 哥 你吃所藥了吧 你不是最討厭他了嗎 現在管他真相是什麼 反正啊 只要我們打點一下 看你能把牢底坐穿了 就知道我自己在說什麼 你怎麼能打你妹妹呢 哥 就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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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上了 媽 別理他 孩子們 快跑 快跑 我們要發生什麼 都別回頭 他還寫著了 要不然一會兒再拖吧 怕什麼 他拖過一個眼巴 被欺負了 你造不出聲呀 動作快點 拖耳磚騷 我跟你們無憂無仇 為什麼 他在筆劃什麼 是不是在罵我們 我告訴你 我們這兒 可沒有人看得到手影 有本事 你去幹嘛 他手掌呀 我們走了 還會有更狠心的姐妹 給你脫份 你也別怪我們 這都是附先生交代的 必要時 連你肚子也總得要拿掉 傅雨傘 你好狠的心 你也別怪我們 你還想幹什麼 告訴你別給他吧 把牛市面幫你弄個拍 別拍啊 仍然就過去了 你在幹什麼 沈志陽 跟美人來見你了 是他 他來接我了 講故意也可以 去給心耳捐血心臟 你來 就是為了說這個嗎 不然你以為 我平時能來這種幫忙去吧 小雅 你不會覺得 我是來救我 我也只有一顆心臟 給了他 我怎麼辦 這是一千千萬 讓你狗活了兩年 你也該死 先了吧 兩年的朝夕相處 我也是 你真冷血 雖然你最乾爛 但是肚子裡的孩子是有錢 所以我會在你生了孩子之後 再進行心臟瘤 如果我不同意呢 你以為你有的血嗎 是在監獄裡 和你的孩子呆到死 還是給心耳一隻心臟 你自己挑 寶寶 媽媽會給你最好的生活 即使代價 是不能配在你手裡 希望你能信守承諾 保護我愛的自育視頻啊 心耳 會是個好的事情 肺群肺體 我給你們多長時間 一群無心臟 為什麼到現在還以為何謊 朱先生 不是我們不見戀 實在是神效率的情況 比較多數 我沒時間聽你們廢話了 萬一是 我要是還見不到人工心臟 我保證著你們比死還難受 我去 燕神哥哥 怎麼那麼生氣 你還傷著 怎麼出來了 姊姊吐了那一刀 不算很神 一直待在病房 有點亂 燕神哥哥 我聽說 你在研究中心臟 我知道你跟姊姊驚風了 還有了孩子 確實不適合 給我天真心臟 像我這樣的廢物 就算再多過幾年 應該是不遇 謝了 我不許你這個說 研究人工心臟 只是為了多一種冒險 以後我小時候 一起進入了一堆事情 沒有人能夠代替 在我心臟的命運 好了 我們才有點事 就不陪你了 我帶來看你啊 你 你 你 我 我 沒有人能夠 我 你 我 我 不 我 我 你 我 我 都是因为小时候的事情 如果 我 我不能失去她 心儿 我可以直播 这什么意思 心儿不是已经脱离伤位危险了吗 为什么本来安排在半年后的心脏移植手术 现在你要做 你还不清楚吗 心儿本身情况就不好 现在又添了心伤 所以必须尽快安排手术 心脏呢 是已经找到和心儿批诶的心人了 还在怀孕 你舍不得是吗 怎么可能 好 你要想清楚她和心儿 上去 听说姐姐给我签署了捐赠心脏的心脏 不认识 那就先谢谢姐姐了 我可以把心脏给你 但我有一个条件 说来听听 我的孩子 我希望你嫁给傅燕生之后 你能够照顾好他 燕生哥哥的孩子 我自然会照顾好 毕竟 姐姐的心脏只能有十年 十年之后 你干什么 你疯了 他要杀了我的孩子 行 行 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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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自己陷入了昆迷 一天经典必须得过心的血缘 否则性命不保 还是可疑 好 行啊 你死吧 老师傅 你已经死人无多了 以后的日子 就让姐姐替我照顾你吧 如果不是他 你也不会变成这个队子 你放心 我一定让他把心脏移植给你 可是 我听杰文光说 医院不能给凡院的人都行脏移植手术 居然如此 就让小雅巴去打胎 二十四九十真 也避讳我们新的心脏 老八 放心 妈妈一定会拼死保护住你的 傅先生 人工心脏有新进展了 是吗 甚至要不用捐赠心脏了 你就那么开心吗 我们已经经过实验 完全能够延续患者生命 秦儿 你马上有个新的心脏 太好了 不管姐姐以前懂得对我 毕竟我们学妹相连 我也不忍心真的要她的心脏 杰杨 你怎么是这么善良 眼神哥很明显就对那个既然动了感觉 我不能再这样脱离盖兵了 秦阳哥你要帮问我 秦儿你要我怎么做 那个将军不在乎 我要你帮我尝试生活找到他 姐姐姐姐似乎是想逃跑 你休想伤害我的孩子 我本来也想留你的名 但你千不该万不该想要夺走我的呢 傅燕生根本不爱我 你还想怎么样 当然 燕生哥哥只会爱我一个人 所以我绝对不允许你这个 用这个打准来分走他的宠爱 本来以为今天就能将你扣心挖肺 没想到你运气这么好 真让医生研究出来的人工心脏 你什么意思 你根本不需要我的心脏 你的心啊我用着嫌三啊 我想要 就是打掉你的孩子 再让你去死 再见了我的好姐姐 星儿你在哪 这儿 只要 只要 燕生哥 行儿 我先送她去医院 助理马上就到 她会照顾你的 甚至呀 我一定要杀了你 为什么救的人是我 为了保住你这条贱命 你居然不惜再次 向自己的妹妹向着 小雅 两年过去 你还是这么自私无耻 是他推的我 我没有 行儿失去了他的胃 你这张嘴 虽然不会说话 倒是挺快颠倒黑白的 汐儿已经安装了新的心脏 马上就能重复新事 想靠除掉汐儿来保护苏台的位置 你做梦 不如你这样的东西 我还没死呢 奶奶 您不是在国外休养吗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奶奶 只要有我在一天 谁都不能欺负瑶瑶 你让培瑶瑶 好孩子 奶奶知道你舒服了 你舒服了 您非要袒护这个 多次下手还 心而凶手 姚姚 你還護住這個混蛋嗎 奶奶我仔細想過了 與其讓一個不愛我的人 勉強跟我在一起 倒不如離婚來的乾脆 奶奶 明年事已告 我們年輕人的事情你就別管了 你 不要 哎呦 哎呦 我的心臟 哎呦 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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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男人在怎麼樣 我太太情話不太好 現在受不了任何刺激 奶奶不是我不好 還在你住院 瑤瑤 奶奶是身子 而是好不了了 我希望我活著的一天 你還做奶奶的孫媳婦 奶奶 你個不孝孫 你是拔不得我早點死是嗎 今天你們都得在這陪著我 誰都不許走 小混蛋 你快看看你老婆子要掉的底啊 你快看我 別死 睡覺不讓我生氣 瑤瑤說個夢了吧 你沒有活著呢 这怎么活动 这还要不救你 保护你老婆害怕他呀 严实诺总 你在干什么 呦 你怎么来了 你个混蛋 为了不三不四的人 你居然让自己怀孕的妻子摔在地上 严慎哥哥 我刚做完手术 没在病房看见你 想着你可能会在姐姐上 磕瘦没想到 对不起 我改天再来 你给我站住 我不服你的妻子 你居然去追那个狐狸精你 嗯 iza 推较 딱 譬如梦 咱 我 马上掉医院的监控 告诉我心儿去哪了 你要干什么 奶奶被你骑的不轻 你快去给他道歉吧 要不是你给奶奶告状 他能被骑病 小小跟我告诉你 别以为你背后有点长腰了 就不敢动你 拿到了吗 沈心小姐被一个牧车人带走了 然后监控就没拍到了 废物 说 你把心眼带走 说 你又想干什么 燕尚 你不肯我要回医院了 心儿现在物质所做 却想进阶口让我一起 我怎么不想 我把心儿子真的没病 能吃你 你怎么能这样看我 你一个杀人犯 还觉得我嫌 既然你觉得我是杀人犯 为什么不让我身体一发 我那是盼望的伤心 让我 我让你再晃得一辈子 知道此处 还不如小时候不要遇见 当年救了 余明是心儿 你以为平等三言两语 就能撼动心儿 在我心中的地位吗 你做梦 当年我妈妈被人杀害 我也无法开口说话 后来是你一直陪着我的 你都忘了吗 叶神 兴儿找到了吗 阿姨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你 快快点 别别太快 我头晕 兴儿 兴儿 哥哥你怎么来了 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我的爱像尘埃 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 我的爱像尘埃 严神哥 我知道我不该打扰你和姐姐的 可是 当我回到这个属于我们的家 我才知道 我有多爱你 多害怕失去你 你放心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 你去哪儿 既然人已经找到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你疯了吗 你现在大了肚子 你怎么一个人要回家 你是在关心我吗 怎么可能 你别想着再跟奶奶告状 让我一直陪着你 姐姐 你还是留下来吧 不然 我和叶神也会担心你呢 天黑之后再用 鲜尔都已经不计钱 先让你留下来了 你不要不适合 鲜尔 卧室旁边那间客房 就留给它住吧 天黑之外 海面总是对蓝天以来 我的爱因你而存在 哪怕你不懂我的感慨 星儿 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叶深 你今晚会留下来陪我吗 等你睡着了 我再去休息 也是 我这样一个废物 你不愿意留在这里 甚至长情 星儿 你别瞎想 你在我这永远是最好的 可你甚至都不愿意 跟我住在一起 叶深哥 你今晚留下来陪我 好不好 好 好 我留下来陪你 叶深哥 他想成为你真正的女人 这种时候 我为什么会想起小雅吗 严深哥 你怎么了 没事 我为什么 西儿你还在伤着呢 我有什么 我还不不难 那你要陪我 他们好亲密啊 没事 啊 那个贱人应该都听见 姐你怎么了 没事刚刚生过有点痛 不过现在好多了 快休息吧 我都会想起来 妈妈 我妈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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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怕 哥哥会带替你妈妈保护你的 别怕 验身哥 你做噩梦了吗 是啊 我梦到我们小时候 当那个军宝贝究竟是什么人 验身哥 那都是成年往事了 活在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对了 我今天早上叫姐姐去吃饭的时候 发现她已经不在了 不用管 是个自己手机师 副总 您的意思是 你现在对儿时的记忆差疏书吗 没错 因为高超引起的记忆偏差 我们恢复 哎这个 不好说 是啊 副总告诉你说什么 小恢复失去的记忆 是 出现了 我希望副总无论以后发生了什么 你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因为我们是冥的好力 我们也希望能做了 谢谢 福 野生 可能已经小一样 你说什么 一定是神智 是他让叶珍哥想起了什么 靳远哥 如果叶珍哥知道了 我就完了你得要帮我 放心吧谢儿 如果我在 福建真会不会回复旗啊 他们为人 只有你 谢远哥 谢谢你啊 只要你幸福了 我做什么 我幸福你 知道回家呀 啊 我跟你说话没听到 整理衣服 傅佳你缺你这些钱 想一想怎么直接去商场呢 我只是带走我的东西 傅先生 我们离婚吧 傅先生 我们离婚吧 你又发什么疯了 我们离婚 孩子生下我会自己的 不会打扰你和沈妃 你休想 要离婚 你是我说了算 想都别想 这不是你一直期望的吗 和我离婚 你就可以和沈妻明正言顺的在一起 有这么的耐心 尽量 你不愧 你不愧 傅太太嘴上说着要离婚 身体 还是是不济不可爱 被说中的网求承诺啊 既然你这么喜欢玩一行故纵 那我就成全 小岩吧 小岩吧 送你去医院 你不用担心我的肚子不疼了 还是去检查一下吧 万一你或者孩子出什么问题 我 奶奶又要担心了 你个小混蛋 然后怎么又受伤了 我只是想让她得到点教训 我什么时候教过你 能用这种手段来对付自己的家人 我们离婚 孩子生下我会自己的 不会打扰你和神仙 她很快就不是我的家人了 你这没良心的 我打死你算了 瑶瑶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护着这个混蛋 奶奶 我公司还有点事 先走了 小岩吧 照顾好 你 越来越不忘放到眼里了 行 你哪里不舒服 我说的对不起 我刚腰和腿痛得厉害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下意识打给了你 是不是耽误你的事了 没事的 你有事第一时间联系我 患者痛 严生说 我可能再也没办法对付 对不起啊 我没办法 不是你的错 严生哥 我没想到 姐姐会那么恨我 我已经 对付的差不多了 你看 等你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已经等了两年了 不想再走了 是 心儿 奶奶身体不好 她很期待你见到重孙 甚至要又是你 我绝对不允许你抢走我的人生 是我唐突的也是个 有心 我有点不舒服 想先休息 好 我明天再来吧 靳远哥有件事情我想让你帮我 小雅啊 去护着衣服跟我一起去选择 奶奶我只想关心你一下 你不用再骂我小狐狸精了好吗 要不及因为我睡了这么多年 叶山座的妻子应该是我 我们还有很多孩子不是吗 说明老天有眼 奶奶您能对我公平一点吗 我在床上睡了那么多年 把我派成这样的人 去嫁给你验尸所 我 齐儿 齐儿 我给什么 送你去医院 叶山 你是混了头了 我还能叫我瑶瑶叫过来 你却一心扑在这个狐狸精神上 齐儿他只是想跟您搞好关系而已 您为什么非得这么咄咄逼人啊 跟我搞好关系 哎我倒是想问你 你怎么每一次都刚好撞到我骂他呢 你说这一次两次也就罢了 这三次四次 这这是巧合嘛 呢 欣尔这么单纯善良 他没有什么坏心思的 这就是巧合 巧合 这回事 我这次带小雅过来是有话要说 我是想说 小雅妈才是杀人犯人 是她之前差点撞死心儿 后来又刺伤心儿 她才是做错的那个人 才是最没有资格站在这里的人 之所以没送她去坐牢 就是因为有心儿凶器 也也是因为她现在怀弱的孩子了 就她做的那些事情 就一定让她做这英语代表 是你电视 你是个北部有武能力心的混蛋 你居然敢站住我的面 不一斜痒痒 上岗子 行 我送去医院 电视 你快站那 我话还没说完了 你就赶不过甩门走了 一个女人 难道比我这个奶奶还重要吗 神仙 不眼神是被你献过来 我老太太这么大岁数 也不是白活的 当年是 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自己心里清楚 滚吧 别在这 当我再见 严慎哥 当年的事情 你是不是想起来什么 你是不是想起来什么 没有啊 啊 没有 我只想起来奶奶刚说的事情 他是不是早就做了什么样的 你放心 他了解的一切 一定接受你 就算是一个人吃饭 也要开心 加油 沈之遥 是吗 我是白景渊 也是你的好朋友 上次在医院 有些人有情价有 沈小姐不必紧张 恰好我抖着一些手语 还觉得 只有我这样的女人 和一个人一起吃饭 没想到 算了 为我们今晚的偶遇 干一遍 这就是不好意思 沈小姐 弄抓紧衣服了 沈小姐 你 你好像 你没有衣服可以替换 这样 我有条丝巾 你先用着 将就一下 这个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你要是不收的话 这美女还在此外景 不得不得不说 这个司机和沈小姐您 还挺搭的 嗯 吃饭吧 嗯 嗯 嗯 这么晚 你干什么去了 我以为你不回来了 就出去吃了个饭 不回来了 我还能去哪里 我以为你会在医院陪沈欣 这就是你不回家的一口声 我饿了 现在去给我做饭 我要吃鲸鱼 多饭鲜汤 你弄痛我了 我问司机哪个台的 今天吃饭的时候 一个朋友送你道歉礼 你朋友 我忘记什么 你说话一定要这么难听 被奖司机 被奖司机 你的身份 你还有带 我不知道这个这么珍贵 我找机会还给他 晓晓 我都不知道 你还这么有美事 出去吃鲸鱼饭 就有男人肯定 这么贵重的领导 不是你咱们那样的 他是因为 你和那个男人的细节 没兴趣 你只能记住 我们还没离婚 也想要跟那个男人的细节 不想要什么 和那个男人 死不早是自己 要是爱欲多 需要自己 那你和沈星呢 星儿 只有你这么肮脏 霍言生 我希望你一辈子都想不起来 当年发生的遗迹 不然你一定会很好 我一想撒脱一下 说一声那么长 爱与你都不重要 我一想撒脱一下 也许还会遇到零 傅先生交代我一定要小心 不能伤他孩子 你们怎么办事了 这眼花太能挣扎了 我也没有办法 别耽误时间了 抓紧安排人间手术室 做羊水穿刺 结果出了直接送到傅先生手里 就行了 这事儿谁都不明泄露出去 傅先生少不了你的好处 羊水穿刺 傅先生还是不相信孩子是他的 别想他在婚内够带绿帮子 否则我让你和那个男人死 一早生之年 傅先生 我真希望从未遇见过你 这地方太小了 哎 面墙手术还有移动到结束 不过你放心 傅先生交代点事儿 你一定办法 你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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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 你放心 你放心 妈妈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 你放心 走人哪 小贱人你找死 别跑了 别跑了 现在跟我回去坐穿 就我少说了点苦 哎呀 我的腰儿呀 你哪里不舒服呀 吓坏了吧 哎呀 你这孩子 真是让人心疼 眼神 他就是被那个小狐狸已经哄骗了 他一会儿 他一会儿 我一定会发现你的好的 这已经不重要了 这个小混蛋又欺负你了 你还知道回家呀 你个混蛋 瑶瑶遇到危险 你作为丈夫 一句关心的话都不说 还在这冷嘲日风 快去 好好照顾瑶瑶 不然我给你好看 我还没说你离家出怎么事儿呢 你在这甩脸子给谁看啊 你已经得到教训了 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吧 我们离婚吧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与其互相折磨不如一拍两散 你又在玩什么把戏啊 我真的累了 这段三个人的感情 我对着 好 好 离婚 结婚正在老宅里 走 现在去去去 哟 儿子回来了 怎么把这亚巴也带回来了 打算是过下去吗 那现在怎么办 妈 不要插手 还有你 少说点事儿 我没时间收拾你的烂盘子 我 妈 哥今天是炸药吧 一定跟那个亚巴脱不了 干系 你是不是故意偷偷把结婚证藏起来 你要是不想跟我离婚可以直说 没必要整这种下作的手段 我没那么幼稚 要是找不到 我们现在就去补办 或者找个律师 你去什么着急跟我离婚 破镜南远 我不想再跟你有什么关系了 你是不是有其他目标了 我没财得 你是不是上次那个曾萝斯今天 原来是找好下家了呀 难怪我离婚离得真干脆 你现在已经要靠侮辱我来获得快乐了吗 还有 我绝对不会去做羊水穿瓷 你要是怀疑这个孩子不是你的 你大可以不要 我自己的孩子 我自己养 什么羊水穿瓷 你自己做过什么 你自己清楚 这个小羊 现在脾气这么大 我以为你再给你小时候的白马王子 一定会很幸福 没想到是现在这个样子 算了 都过去了 我现在只想好好地把孩子生下来 说到这我就更生气了 福燕生那个王八蛋 竟然要给他的亲生孩子做穿刺 赶紧去检查一下 上次那个麻药对孩子有没有影响 白医生 这么强 瑶瑶 你认识她呀 我跟沈小姐有过几面之缘 她先生是我好朋友 渣男的朋友也是渣男 这位小姐请问你有什么指教吗 没什么 既然你认识瑶瑶呢 就好好给她检查一下 再给她开点安胎的药 我一定尽力而为 沈小姐 我先去准备给你加点银行 傅燕生 你以为你是谁呀 说带走瑶瑶就能带走 我告诉你啊 这可是法治社会 你在这儿猖狂的话 我就报警 看似你是小姐朋友的份儿 我想给你多点点子 希望你知道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都不敢说 你怎么来了 听说你在医院来接你回家的 但你这位估佑似乎不想让你给我回家 你还好意思说回家 你也不看你做那些事情 哎想你这么臭不要脸 你自己什么都不说 你朋友倒是很想跟你姐 让我猜猜 是说我对你不好虐待你 还是说我劈腿出鬼 我没有 要是你朋友知道你是个杀人犯 知道你干的那些恶心事 他还会不会帮你说话 小雅吧 你是不是想死啊 你傅燕生 你把手松开 你是不是疯了呀你 秦秦你别靠近 别伤到你 小雅 我最近是不是对你太好 和别的男人不轻不重 离家出走 你以为你是谁啊 傅燕生 除了威胁我 你还会什么别的吗 因为我对你有感情 你才能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到我 但现在 我已经决定不在意你了 傅燕生 除了威胁我 你还会什么别的吗 因为我对你有感情 你才能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到我 但现在 我已经决定不在意你了 燕生 你做什么 手松开 燕生 无论发生了什么 都不该对一个立副动手 好况你这个人应该怀着你的孩子 我关你的事 这里是医院 而且沈志尧 也算是我的病人 我不可能看着你胡作非为 燕生哥 我肚子好疼 你能不能来救救我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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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来找你 杨 你等一下 沈志尧 沈小姐 你没事吧 看到你在医院 以为你是不舒服 想到你和燕生的关系 我给你打发了消息 但是我没想到 他会对你这个样子 燕生 其实本质不坏 只是他小时候 经历了一些事情 有些人 有些事吧 在他心中 是男女面的一个底线 沈心就是这个底线吧 我知道了 我不怪你 还要谢谢你帮我解围 沈小姐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我请你吃个饭吧 因为毕竟这件事 也是因为我而起 你怎么又一个人跑出来了 我送你去医院吧 你生气了吗 对不起 我刚是真的肚子痛 不过我已经吃过止痛药了 现在好多了 算了 没事就好 我送你去 没事 哥 你会一直爱我 直到永远吗 不 燕生 你怎么在这儿 小雅 你不在医院好好待着 跑到这儿干嘛 沈小姐身体没什么问题 我来带她说的 我问你 你有什么立场质问 你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奶奶对你那么好 你没事不去陪奶奶 你是没有良心 是谁不陪奶奶 你已经很久没有回国家了 奶奶给你打电话打不通 很生气 奶奶没有给我打电话 不是的严生哥 我是害怕你走了之后 就没办法陪我 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我今天晚上就回家 你自己也注意 不要传出什么半厅的话 热热的生气 我还是会让你 放开 严生哥 你生气了是不是 对不起 我只想让你多陪陪我 我不想回家 你不要送我回去好不好 严生哥 严生哥 我说害怕 害怕你会回到沈志尔身边 害怕你会爱上他 我现在 就是一个惨妃 我自卑 我害怕 严生哥 你还是不肯原谅我吗 行儿 每次你一哭 我就会妥协 但这不应该成为你解决 我们之间矛盾的办法 我对你坦诚相待 但你在跟我玩手段 我没有 我们之间存在很大的问题 或许我们都该静一切 再来谈谈吧 或许我们都该静一切 再来谈谈吧 是你知道 你夺走我的一切 你必须消失 宝贝 怎么了 行儿 你到底怎么了 你可别瞎马呀 你现在出门去 通宿我爸 八点之前不许回来 你什么意思 你要做什么 我没事妈 我跟严生出了点小问题 那我自己能解决 我约了朋友在家谈事 你跟我爸在家的话不方便 好 你说什么 就是什么 你 跟你说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以为他是真的爱我 结果他爱的亲人 只是小钟那个模模糊糊的样子 如果阎神知道真相 一定会好不留情地放弃我 星儿 别这样 相信我 只要你想要阎神一定是你的 他什么都不会想得起来的 你真的会帮我吗 星儿 你忘了吗 你他所有问题 我什么时候拒绝了 我不要甚至要死 我要他和他的孩子 彻底 永远的从我和阎神的世界消息 好好好 星儿我答应你 生个孩子 本身就是一件危险的事 答应孩子都没了 也没什么问题 奶奶 之前我的手机出了点问题 没能及时回复您的电话 对不起 嗯 你这大忙人 也不知道我死之前 还能见到你几次年 奶奶 这话听着不吉利 以后别说了 以后只要我守红上 没有什么必须处理的事 我一定天天回家来陪你 我也是半解入土的人 你怎么对我不要紧 这瑶瑶怀了你的孩子 你要多关心 不要让外面那狐狸精 迷了魂 他过得好着呢 巴不得我不管他 你既然娶了他 让他怀了你的孩子 你就应该担当起责任 傅远山 你是我一手带大的 不要让奶奶看不起你 好 我知道 既然决定了重新开始 就先自理更生 学长他回国了 学长 不好意思 现在才回复你 之前你出国收的那份工作 现在还有空缺的吗 你在干什么 我想找工作 我记得我给过你一张卡 你非要搭着肚子出去工作 这是我的事情 好 等你碰壁了 别回来求我 你干什么 奶奶交代了 你现在月份大了 身边必须有人分享 所以 今天晚上 我跟你说 我们现在的关系 不应该睡在一个房间 毕竟已经打算离婚了 不是吗 奶奶那边 你随便找个理由敷衍就行 你这是在黏我吗 我们是说要离婚 但是现在还没理 你就算再不说 也要跟我认真 别忘了 现在的生活 是你当初自己求爱的 奶奶 一会我和小雅把带您去医院 去医院 去医院干嘛 你忘了 今天是您复诊的日子 我不去 我一去 我心里就闷懂了 您不去医院 您这病怎么好了 奶奶 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医院吧 我不去 我哪都不去 奶奶 这件事 您必须听我们的 啊 你们这是干嘛呀 什么叫体内没有癌细胞 上个月诊断的时候 你明明说奶奶已经癌症晚期了 这报告显示老太太确实是健康的呀 想清楚 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下个月以后就别看了 老太太 这我也瞒不下去了 什么意思 一个月前 老太太找到我 说什么为了她的孙子和孙媳妇好好在一起 让我撒谎 说她只能活一个月 我这 不也都是为了你们好吗 奶奶 谢谢您一直这么照顾 但我已经认清现实了 敷衍深爱的 永远不会是我 你知道吗 我一直以为 又算全世界都可能骗我 但我奶奶不会 是她一手教会了我一切 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她给的 你是不是我朋友啊 我叫你过来是让你陪我喝酒的 你在这一声乌疼是怎么回事 您吃 你喝多了 我没喝 我还能 你少喝点 你也要管我是吧 沈欣逼我 奶奶也骗我 我现在连喝个酒都不能自己做出来 好 原车 原车 确实 已经准备好了 只是 我绝对有斗 我懂不了了 她谢谢对我已经越来越不耐烦了 靳远哥 你一定要帮我 我不能就这么认输了 我说过 你的所有要求 我都会答应你 是 seed am 我想喝个水 星儿 这是你的 天师哥你走吧 我想冷静了 星儿对不起 我昨天喝太多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对不起 是我 放开 我想听了 星儿 这里原本 就是应该当我们的婚房的 但我没想到 会以这样的方式 天师哥我不怪你 可是你早上一醒来就喊的是姐姐 跟我算什么 对不起我承认 我是有点习惯有小雅巴的人子了 但我向你保证 在我心里 最重要的人是你 我们一起经历了什么词 我早就发过誓 我一定要找到你 照顾你保护你一辈子 你够了 你不要总是给我一种 你很爱我的感觉 但是却不愿意给我一个身份 我受够了 等孩子一出生 我就给小雅巴离婚 跟你结婚 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 光明正大站在我身边的身份 那你答应我 让我住进富家 我就知道你是骗我的 好 我答应你 我今天就带你回家 你是为了报复奶奶才把这个狐狸 竟然带回家的吗 你是想看着奶奶死是吗 奶奶 谁有苦衷的 你不要跟我说 你跟羊儿说 奶奶 这件事情我是知情的 反正我迟早也要跟她离婚 沈欣需要她的照顾 你是不是又威胁羊儿了 居然让她受我这么大的委屈 我打死你 原来让她受他这么大的委屈 我打死你 我 py Sum 了 你表 98 你 你为了得到他 我們都可以虐妖了吗 奶奶 我记得你说过 不要做让自己会后悔的事情 心放星星中间的照顾她 是我绝不会后悔的事 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还是那句话 我的孙媳妇 永远都是沈志尧 姐姐 今天 停声哥在楼梯旁边 专门给我安了一个电梯 就是那个电梯 令你的房间有点劲 不知道 会不会找到你啊 仙儿 你该休息了 专门哥 你是觉得我让姐姐不开心了吗 没有 你不要多想 仙儿 我问过一声啊 你可以进行康复训练 也许还能再站起来 你现在觉得我累赘了是不是 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这是在为你考虑 你是想等我康复了之后 就可以对我不用负责了吗 你心里已经没有我了 你爱上沈志尧的对不对 你爱上沈志尧的对不对 专门哥对不起 我刚失控了 我没想过要怀疑你的 我放心 我已经对你一推再推了 你到底还要我怎么样 我说 你不想让别的女人给你生孩子吗 做不到 你总觉得你在让物理在包容 受害者是我 凭什么害我这样的杀人凶手 可以逍遥法外 而我还要才是那个做错了的人 我的能静你再看吧 我来看看 沈心安抚好了 我可以请你去刷刷 我其实就是想问问 你有什么特别想要的 除了 要和我在一起这件事情知道 你别误会 我只是想补偿你 查清楚我妈妈的死因 也就这一件事情了 我答应你 小白你怎么了 他好像在踹我 是什么 叶神哥 这就是你说的冷静冷静吗 他来是我打扰的 你不去追他吗 你能不能告诉我 真正的沈欣是什么样的 我感觉最记得他 和我认识的那个不一样的 我说他好说他不好 你都会觉得是我在骗你 真正想要了解一个人 是要靠这儿 叶神哥 你早上跟我说的那些话都是在哄我的对不对 不是这样的 我不想再听了 我想看到你跟别的女人有亲戚 我也想到你跟别的女人 亲密动作 我就很难受 你总说是为了孩子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心儿 他马上就要生了 要不这样吧 这段时间 我先送你回家了 在这里 你不开心 我也会 叶神哥 先生的嫌弃我了吗 你现在我烦了是不是 我去找人帮你收拾 你今天就走吧 能不能 行 我会对你负责的 但是请你等一等我 给我你的时间 学长 这还是你回国后我们第一次见面的 谢谢你给我介绍工作 杨阳 你可以打收拾跟我交流 我在国外学习过 我在国外福利院做过义工 在国外 跪下 奶奶 我让你不跪下 那 我到底做出什么了 跪下 你年岁也不小了 这些东西为什么会传出来 想必你也知道 你代表的不是一个人 是一个家族 吴燕深 你明白吗 杨阳 你放心 这件事情我会心惧的 这有个新闻 我做个心理准备 你还好吗 出了这样的事情 对傅家的影响应该很大吧 我知道发生这种事情挺让人难过的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尽管跟我开口就行 不用客气 你就把我当成你的朋友 或者哥哥不行 你不是在给我支气吗 你还来干嘛 走吧 睡晚餐 这是什么 叶神子你快把这处理掉 这怎么能发出去呢 不要再演戏了心了 我跟你只有那么一次 那天晚上你是让谁给我们拍的照片 说了 我会对你负责的 你为什么还要搞这种小动作 你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婚内出轨吗 你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婚内出轨吗 不是那人是个 不是你想要那样 我没有那个意思啊 行 不要再想着这么骗我了 我已经很累了 之前发生意外谁都不想的 知道我很愧疚 我也愿意对你负责 不要一次又一次的逼迫试探我 这个家被你弄的不像个家的样子 我问你 这件事你跟瑶瑶道歉了吗 还没来得及 瑶瑶今天回来什么都没说 我能感觉出来 他很难过 你现在去 喊瑶下来吃饭 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你活该 谁呀 小张 去开门 沈志阳呢 那个剪骑子给我出来 老生还没死呢 我家能不到你们来放肆 朱远生 你看现在怎么办 我们仙儿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 这种病 你们在找我吗 我是一个一向很公平的人 你和欣儿啊 都是我的女儿 今天呢 我就说句公道话 欣儿和傅燕胜的事 我也是知道了起稀巴巴 当初你犯了错误 偷来了这些年的生活 现在也干过 至于孩子嘛 现在已经这么大了 也没办法走掉 那就生下来 欣儿以后啊 再把孩子当中自己的宇宙 伯父 我觉得你好像是搞错了 我是要去欣儿 单独是在小眼 生完孩子 而且孩子可以断断的自己 我的孩子 任何干扰的 一点也不能生 至于欣儿 我想等他复健之后 能够站起来了 才考不结婚的事情 他现在这个情况 不适合办婚礼 也不适合考虑以后的事情 傅燕胜 你是想不负责任吗 那些照片传出去 你让我的心儿以后怎么做人 你不要以为你的势力比我们家强 我们就怕你了 我告诉你 谁敢欺负我女儿 你就敢跟他拼命 杨阳 小小子 奶奶 杨阳你没事吧 我 我只是生气 我就想打他一下 我怎么想他会倒呢 滚 赶紧滚 你滚 晚上就报警 让你们跟我排队被葬 别墅附近安排几个保镖 让神浪一家人永远不要进夫家的门 还有 神浪那几个合作项目全都给我停了 严神 谢尔可担心 你要不要 接个电话 严神哥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 但我确实是被强迫带过去的 我现在的腿 他们想要怎样 我也没办法拒绝 够了 谢尔你们一家人做得太过分了 我不想听你任何的解释 和求情的话 我只相信我看到 你说的我一句都不信 这么多年兄弟 我不希望因为感情的事情 跟你当地才能看 做决定之前 希望你考虑清楚 严神 我不愿意失去你这个好朋友 但是 我也不想让心而伤心 倒是你 你想好你自己到底喜欢谁了吗 还是说 你想一直这样 交参两只船 这是我的事 跟你无关 瑶瑶 你终于醒了 急死我和学长了 让你们担心了 睡醒了怎么不通知我啊 瑶瑶 那我们先走了 晚点就来看你 喂 对她好点啊 什么时候醒了 刚刚 你一夜没睡 谁说的 我只是 我只是睡不惯医院的着 孩子的抚养权 我不会让你 但是我可以给你 孩子的探望权 如果你愿意 每个月 可以让孩子陪你一星期 之前你不是说 是我害了沈星 等孩子出生 还有我付出相应的代价吗 实话是说 之前我一直笃定是你害了她 但是现在我 不敢确定了 我对她 是责任 是亏欠 还有一些 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 之前我一直在犹豫 但是现在我们发生了关系 终归 我是要对她负责 对于你 我也不知道自己 到底有没有做错 傅言生 我们大概是真的错过了 这一次我真的决定不再爱你了 你也不用停下脚步回头看 去做你想做的事吧 我看过人间浪漫 是沈星的家属吗 她高二自杀了 正在抢救 杏儿 你不该拿你的生意开玩笑 天生高 我没想到有一天 我连见你一面都这么大 我连见你 你就是个人渣 你对杏儿做大量的事情 你还不想负责 还那么张扬地对付沈家 你知道现在沈家有多难吗 杏儿为了你 现在连门都不敢出了吗 你送他我 我还别打 别打 杏儿 我妈妈她只是为了我好 先让我再说一遍 不要再让你的父母参与我们的事情 还有 不要再拿你的身体健康来威胁我 杏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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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 杏儿 你怎么 你俩不舒服吗 你怎么哭成这样子呀 杏儿 快起起起 怎么又流血了 什么 快去找医生 好好好 妈 你为什么要打他 你只能我现在站在那边有多困难吗 我 你为什么东西要打这条 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没有想到 妈妈是为了医好 我靠 我我好你会怎么不好得到我想要的 当然你不是去香港给你见什么 你为什么要让他活着回来 你为什么要让他活着长大 当年的事 说是我做的 其实 我就是一个顶替的 真正要他命的人是 星儿 星儿 我本来这么激动 我可能会撕开的 星儿 一哥都动不了了 我们现在怎么有劲 我们的眼睛去死 一哥 快上 我要出差一周左右 你身体还没完全恢复 要多注意休息 有事 可以随时给我发休息 奶奶她 有的时候身体不舒服 不主动说 你多注意点 随时给我发消息 放心 奶奶身体没有问题 按时吃药复茶就好了 是以为我只关心奶奶吗 算了 反正要分开她 我就无法打 奶奶 怎么了 哎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那帮人 呃 非要去附近一个地方 嗯 去体验什么老年俱乐部 我说我不去 他们说年岁这么大了 说我不合群 奶奶 我自己在家可以的 您不用担心我 尽管去玩就是啊 那不行 你万一有个什么事 跟前没有人 那可不行 没关系的 我可以叫学长护制堂 借来陪我呀 那这 奶奶您就去吧 等孩子出来了 你还不得天天陪着呀 哪有时间出去玩 那好 那我就去玩一天 宝宝 爸爸和奶奶都不在家 你很乖乖的哦 手机怎么不叫了 怎么不这样 怎么不这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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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要恨我 救命 救命 誰要救救我的孩子 這是什麼 別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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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怕 這是最近的一個私立醫院 剛剛看你有點煎熬 而且要出來了很多 所以現在必須馬上進行報復站 不然孩子回我危險 不是 是這樣 不管我今天做了什麼 都希望你 不要激愛我 不是我想這樣做的 只是有人 不想要這個孩子 現在孩子情況很不好 如果再拖延下去 他們就會憋死在你肚子裡 所以我會用我最快的速度 幫你把他們全部取出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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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 怎麼沒有時間打麻藥啊 就算打了 咱們也等不到麻藥生效的時間 所以 咱們省略這個步驟 直接開始 噢 啊 腹不齁呢 還是都能放 launches 噢 啊 哈哈哈哈哦对对 知道你们女孩子爱你 所以我给你准备 美容针 但是这个美容针会比正常服务稍微 痛那么一点点 忍一下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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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你这东西是什么 放心吧 挺美好的 我上大眼 不如现在 我得把你起的真相告诉你 这件事其实是 你知你 不用怀疑 我说的是实话 沈志尧啊 我是真的很痛情 之前艳深就怀疑这孩子是不是他的 我本来想带你做一个羊水穿刺 但是你跑了 这让艳深觉得他的猜测是真的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也还是真的要这么久么 那毕竟是个大活人呐 身跑的痛苦 跟死一次也没什么区别了 这是他该得到的惩罚 孩子出生日后当着他的面 陆思 陈之友 早就跟你说 一个男人他只要不爱你 无论你怎么守护他 怎么关心他 怎么陪伴他 不明 而且我也不是没有帮你说我话 但是在这两边做选择 这答案 显而易见了 好了 接下来 咱们就要进行最残忍的读的文 其实也不惨 我要把这个小孩 淹死在手里 就像死这女性子一样 今天先是生猫孕妇 又是哑巴开口 真有意思 真有意思 非诚 你抱过我当孩子 他是我过的 我答应你 我把他们都带着 他也不回来 我也很想放过他 可是他今天想要他死 我怎么办 爸 住手 住手 学长 快救救我的孩子 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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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bolin 学长 ì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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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ì 学长 accounts 集 cont 奶 注意 放心 妹妹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手指的闹 手指的闹 白医生吩咐了 让我先把包裹里东西送出去 万表人接应 手 来个闹 大门那里 谢谢兄弟 我想好了 带你去法国生活 我们一起把这个孩子抚养长大 你在服装设计方面比较有造诣 那边这类大事很多 傅先生 我现在还没有办法跟你抗喊 但这个丑 我一定会跑 刚跑的男女女去哪儿了 不是你能让他走了吗 为什么不拦住他们 今天目标是个哑巴呢 你会说话呀 快把他们给我追回来 哎哎哎哎 没有这么大 我怎么说 时间办妥了吗 差不多成功了 但是被沈小姐 我得起了 沈小姐 可能你要带起你的姐姐 加入副甲生殖的吗 事实上 我已经怀孕了 姐姐那边 我们年生会照顾好的 对我所知 沈之小小姐已经怀疑 很长时间了 那她的孩子怎么办呢 如果姐姐真的生下孩子 我会替她照顾的 毕竟 我昏迷的时候 她也替我照顾了两年年生 不懂 这件事我忘记了 我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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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忘记了 给我订魂迅的机票 安排公关部门即可 如公这一键 如果富家有人打电话 起来 就是我正在忙着 没时间了 好 燕生哥哥 燕生哥 我们有孩子了 你不开心吗 星儿 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的 找记者说这些 你给我打电话 就是为了知问我这些吗 叶神哥 我知道你跟沈之后 我们的训练是因为孩子 那我有孩子 我开心了 难道你是对心了吗 星儿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能不能不要闹 傅言诚 我一直以为你对我是真心的 我没想到 好 以后我不会再打扰你 小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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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哪去了 老太太出门了 小少夫人不知道去哪里了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等你收到这条消息的时候 我已经坐上离开的飞机 叶神哥 我爱你 但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 再见了 我最爱的 你都商量好了玩失踪是吧 星儿说他并不想强迫你做什么 之所以会有那个采访的 是他迫不及待的想告诉你这个好像没想到你公司楼下会有记者 说句句以后呢 他就后悔 你打电话正 在网站 在网站 不远生 我知道你们家有权有势 可是你要是不喜欢星儿 你为什么要招惹他 现在他给我发信息 说要自己生下孩子自己养 这 这不是胡闹吗 如果是真的 我自然会把人整 如果要想射击骗你 那也别再来后 先生 你们能不能进 你 你是不是 你 想敢背叛我 眼神哥你来了 五年前我找的不懂 但你似乎并不想见 为什么现在又出现 我去 不是 五年前我肚子里的那个孩子 眼神哥 你不会不记得了吧 我不是带他去做DNA检验 如果一定是我的孩子 他 他会在我身边接受最后面 以后就不用你最心 眼神哥 那我呢 你又没有想过 你和我们的关系啊 是啊 人总的学会长大 当你一群的算计我的时候 就该想到有自己的 我那么做都是因为你啊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一起经历了那么多 你去问那个哑巴一二 在三二三的拒绝我 小时候那个小姑娘 我不记得长什么样 但我可以确定 一定不是你现在是看自己的 行啊 你自己穿上镜子 你还认识你自己吗 我保证 可以照顾你能什么 上多的我不会 你不可以 我保证 老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没有名字 没有名字 妈妈就是什么代理 先生您是亲子监信报告出来吗 因为我只能和你 现在啊 您是军事 你 不是 你 我们才为 剑 我 做 诶 下面我们来宣布 斯卡拉最优秀的装造师获得者 他来自古老的东方 算起来 这还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上的华人 下面 就请最受各大导演青睐赞领的装造师 沈志尧女士上台领奖 谢谢大家对我的心 同时为相信在未来 我给大家带了更多更好的豆腐 小雅 是你吗 Cheers 雅雅 恭喜你成为第一个获得斯卡拉 最佳装造奖的华人 谢谢你学长 这些年要不是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 我也不会有今天的追求 只是 每次五月梦的我始终愣得了 还有一个小孩 对啊 这些年我已经找很多人帮忙去找孩子的家 都没有信心 唯一知道的只是傅家这几年没有买新目的 你的意思是 我的孩子 想给油拉底一样的随意做你吧 你别激动 再给我点孩子 我一定能找他 你下次我还是新手 你现在还想要发买 所以是时候 你做会输入我一切 想好吗 嗯 那你就知道 那我们一起去 那我们一起去 哎 來吧 林志堯 把笑給大姐我剛看見四季生 別讓他看見小白 小眼吧 果然是你 這位新婶你認錯人了 只要 這個笑法一點都不好笑 雖然我的粉絲有很多 但是像你這麼好 真是第一次見到 這裡可是都弄成 請問 不然報警了 小眼吧 你別以為你改頭換面 就能把過去發生過的一切全部抹去 告訴我 我們的孩子在哪 哈哈哈哈哈哈 這大概是我今天聽過最好笑的笑 我跟你有孩子弄 但有然後你自己 爸爸 他奶奶說正在等我們 確定是誰的意思 需要我去接沈小姐嗎 不用 我自己去 小雅吧 我們的賬該算了 楊神 很多事還是比較強迫 非其自然 一切就會更簡單 放心吧 奶奶 我心裡有舒服 啊 是不是瘋了 你不願意跟我在一起 就算了 你連孩子都不願意讓我見一遍 我現在活著已經沒有任何意義 你就讓我死的事 讓你能夠永遠的記住我吧 愛情不是綁架的 對 從一開始就弄錯了我們世界的關係 燕神哥 對不起 我知道錯了 我一定會改的 我本來以為我父母是愛我的 可是他不知道什麼時候做的一個是很硬啊 我在這世界上變得可有可惡 你和孩子是我在這生唯一的親人了 燕神哥 對不起 我知道我做錯了很多事情 我不希望跟你在一起了 是我真的很想孩子 你能不能讓他來見見我 好 我可以帶著孩子 現在還有事就先走了 我會讓住女生 你幹什麼 這位先生 你大半夜的闖到我家裡來究竟有什麼事呢 是想要簽名照 還是 沈之遙 是故意裝飾 是真的王民之嫌發暑的事情 我會調查清楚 這一趟 我就是來告訴你 你最好現在就把孩子交給我 否則等我自己找到 我保證 你永遠都看到他 你都跟沈西有孩子了 居然害起來我的孩子 沈耀 你幹嘛呢 小北不喜歡我給他挑的衣服 讓你給他選啊 媽咪 我不喜歡爸比給我挑的衣服 你給我挑吧 來 媽媽 到 老公 我也沒有想到 有生之年 既然有私身份 知道家裡來了 你來處理一下 寶貝 走 媽媽帶你挑衣服去哦 就不請你進去 畢竟這個家不歡迎你 沈之遙為什麼會變成那個人 你對他做了什麼 你應該問問你自己做的什麼 當年你傷害他的時候 就應該想到會有經歷 現在他忘記了所有的不快 活著自由幾次 請你不要再打擾他 那小女方 是我們的孩子 你呢 剛出生 姚姚都沒看見就變你 你現在問這話什麼意思 還要搶走我們的孩子嗎 就搶走你們的孩子 你 老公 我們報警吧 不然這個人他是副長教訓 行了 你今天幾歲了 四歲了呀 這位先生 是我們報警 還是你自己理他呢 我們明明還沒有離婚 憑什麼是我退出呢 不該沈之遙給我們交代嗎 小雅巴怎麼會失憶了呢 還是要弄清楚 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 真沒想到 你還會叫我出來一起喝酒啊 唉 唉 當年那場抛夫山手術 這麼多點兄 我想聽句實話 都是到底發生什麼了 那天 我昨天包不下准备之后 鬼火人突然闯了准备 然后忘了他约了 然后 然后我就忘了 不是你给沈静发的消息 让他带走你来 你在说什么呀 我会去查沈静的行者 你不说 我也会查出来我想要的一切 沈静已经为你付出了他所有的一切 你准备怎么按这些 如果你们到处 没有设计算 故事下散了 我们 你们俩已经结婚了 你们俩已经结婚了 你 瑶瑶 接下来答应从所 虽然没有想到 这次回国会这么快遇见副先生 但是 该来的 迟早的 我这一次回来 不单单 是为了给我的孩子复仇 还要查看 我妈妈当年的死 有去见沈静她们一家吗 那我陪你一起去 谢谢你 学长 但是 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 热泥欺辱的小雅了 我应该学会那个 属于我该念这个的一切 你既然心意已决 那我也不好说什么了 这个手镯我跟小北也盯着 你们平时都戴上的 谢谢你 学长 艳师哥 没想到你会来看我 我说过了 我会保证你日常生活 至于南风 等下次带来的梦 艳师哥 我怎么知道你心里还有我 我说过了 不思议 你是你 我关我自己的需要告证 听说你可以开口说话了 这个真是一件好事呀 我回来主要有两件事 一把老宅转载我名下 我出高于市场一倍的价格 啊 我要给我妈签了 妖儿啊 我知道这些年你过得比较美 老房子我可以转给你 但是你妈签坟的事 我想你大概是误会了 我不是来跟你商量 我是来通知你 还有你不要跟我把父亲的 你觉得你配吗